我們現在請第二位的林劍峰先生 林先生 請林先生舉手 可能林先生就是 剛剛離開了會場 我跟著請譚顯耀先生 譚顯耀先生 在第十項 前面這裏 希望大家給個時間下訪 喜歡香也可以 合唱也可以 沒有問題 不過我突然間不發其想 既然是以比例代表仔 如果第一名那位 他退了算 按比例應該是第二名的補償 就是第二名 以大家第二名 比例的票數最高 說那個不算就行了 不用搞那麼多 搞那麼多 你們又說浪費錢 又說不選 又說不公平 既然是同一屆 同一屆就用那個屆 當選那兩個 就是第一名那些 就是大家 平急比賽 第一名那兩個 全部那些就不要了 又第二名 第二名 明確定他選擇 選擇誰再進入那個 南法局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用搞那麼多 大家和平 為什麼不要呢 哥哥仔 都說你們 就是大家個安之命 對不對 有啦有不啦 第二名 第二名 按比例代表仔 第二名 最高 最高的 都是選回那些人 當你選的時候 都是那些人出選的 那你就哪有另一個 老實說 你出去做什麼 我都不去做 這樣就爆發行動 對 沒有說太多 還有這個就是 分牌齊手 如果是 說到那個 比例代表仔 就這樣搞就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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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彭先生 現在請陳志康先生 陳志康先生 陳志康先生 在第五項 靠近右手 我本人來同意 填補立法會 那個議席控制的 方案 因為呢 以前這樣搞 幾個退了選 又幾個選回來 確實是浪費了 我們市民的 那些預金 那麽普通就 帶來 不是很好的客戶 那我們 那一組很多很多人 因為 原作方案2的替補機制 是比較可行的 好 好 多謝陳先生 現在請梁彥誠先生 第五項 我本人是同意 要堵塞這個任意辭職 然後再次補選這個漏洞的 但是呢 填補回立法會議員的 這個空決方案呢 第二 和第四的方案呢 我個人覺得都是可取的方案 但是呢 我認為呢 如果方案2呢 仍然是有機會出現了 我呢 過往呢 拜選那些人呢 再次拿回這個議席 是違反了很大多數 選民的議員的方案來的 我想 看下政府有些什麽回應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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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林先生 那第三項的人次呢 發表完畢了 那我一請副長 我們發一個回應的 首先呢 阿潘先生 你說說 在這個 你做些比喻 說有這些人士呢 他們絕食 那絕食之後呢 我們政府呢 應該是餵回去吃東西 應該讓他們繼續餵下去 那其實在香港呢 沒有人需要餵的 因為我們是有種 我們都有呢 這個食物的銀行 不是說這件事 比喻 而你講說 就是有家庭出了問題呢 你不要放複 有這個的糟糕 也都可以依法處理 所以呢 你講到說 有議員 他是簽證之後 沒有了這個 讓判的籌金呢 這個都是依照 立法會自己內服的規矩來辦事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呢 就是要決定 聽大家的意見 如何依法 去堵塞這個漏洞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都是 正反的意見下 我們一路大家 繼續表達 而阿潘先生呢 你就 就是 你就問 我們這個 既然是一個 比例代表制 那既然第一個人 就是已經當選的 他離開了 應該將這個位 有第二 最大壓票的 來填上 這個呢 正正就是 我們原先 在五月期間 提出來的 條例草案的建議 但後來呢 就是有見及 大家認為呢 這一些最大 壓名單的候選人呢 本來呢 是沒有損上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建議先由 這個請辭議員 他原有名單的候選人呢 來補償 先是給大家 機會呢 維持在大選期間 市民 選民 表達那個議員 然後呢 先用最大餘壓的名單呢 來補償 那 而 阿陳先生呢 你支持我們 的方案2 我多謝你啦 我們知識你的建議 阿梁先生呢 也都是支持方案2 方案4 方案2呢 我們是有信心 是符合基本法 其實方案4呢 我們真的確實會再研究一下 因為呢 有人問過 如果我們得70個議員 有幾個請辭了 我們議員通過議席 那麼到底 什麼叫三分之二 多數通過表現改方案呢 什麼叫過半數的議員 通過本地的條例草案呢 那麼我們特區政府呢 都很均真的 我們在去年 有五位議員請辭之後呢 有人問 那麼三分之二 到底是55個在職的議員 三分之二 即是37票 或者依然是60個議席的40票 那麼去年呢 我們都表達了那個立場 就算是有議席完兇呢 都是由這個60席做基數來計 什麼叫過半數 什麼叫三分之二 多數通過 那麼但是議會如果是 有一個破牆的時間 是補了一定數目的議員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們需要小心研究 多謝大家